孙颖莎夺冠奖,邱一可一细节太搞笑 陈梦黑脸,马林举动不该 大家好,我是宾哥,欢迎观看宾哥聊球 在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梦想,陈梦还是没有能够实现 率先拿下第一局的时候,不少球迷还非常看好陈梦 邓雅萍也是表示陈梦有很大的心理优势 可是没想到之后孙颖莎直落三局,最后拿到胜利 在孙颖莎夺冠奖奖典礼上,邱一可的一个细节实在搞笑 孙颖莎走上最高领奖台的时候,邱一可并没有像马林一样冲上来给拥抱 而是像一个老父亲一样站在人群中看着孙颖莎 直到孙颖莎多次招呼邱一可上来分享奖杯,分享荣誉的时候 邱一可才从人群中走出来 而且还走到一半后有一个回头炫耀的举动 看得出来有孙颖莎这样的高徒,恩师也是非常的骄傲光荣 但可以看到陈梦却是黑脸的 而马林的举动不少球迷也认为不应该 虽然陈梦自己也非常难过 是因为错失了大满贯的最后一次机会 但之前女双拿到冠军,马林都是冲上来给了拥抱 女单没有拿到冠军 马林也没有和陈梦一起分担沮丧 其实在女双失利后 邱一可就站在场边等候孙颖莎 和孙颖莎一起返回酒店 这时候陪伴比技术指导要强太多 当然最让球迷心疼的还是王曼玉 不论是女单还是女双 半路出局,马林是没有任何表示 只能独自一人承受所有 大家对于此事是怎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